那我們要完成剛剛的動作的話 基本上 當然如果你要從頭到尾寫程式 幾乎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不過至少我們有部分 是可以用錄製產生程式 我有講過嗎 因為VBA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他可以自動幫你寫程式 這個是其他的語言沒有的一個特性 其他的語言沒有這麼棒的功能 還可以幫你把程式寫完 然後但是你特別 但是你的角色變成說 以前要去寫程式 現在變成要去 修改程式 然後再加一些回圈進去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所以我們今天 假如說我表單部分最後再做好了 假設我今天只是 第一步先按照業務別 業務別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按照業務去幫我分類 然後再來再去改成別的類別 那第一步怎麼做 首先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畫面 雲端白板上面 第一個就是從問題90 裡面 然後 幾個動作大概看一下 這個問題8 那有些沒講到的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 那這邊的話比如第一個 第一個畫面 我們等一下先產生一個這個 快速分類的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裡面要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一 複製工作表 那怎麼複那就可以把它錄下來 移除重複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樣呢 這個回圈是最後再加 也就是說我要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因為我移除重複之後 比如說有六個六個業務人員 那我要產生六個工作表 那六個工作表要做哪些事情 就是根據篩選就是移除重複之後六個工作表去查出來 查出來之後的結果怎麼樣把它貼到那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呢這邊需要會有個回圈 需要有個回圈 那回圈我怎麼知道從哪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到哪一個工作表 這邊的話就可以加一個for i等於2 因為 我必須 這個從 筛選出來第一 第一是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從第二列開始 一直到那個就是 range c1 最後一個最後一列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有